第192集 那人察觉到不对劲猛的侧身 但是已经来不及了 碎片穿透了他的身躯 那人直接倒在了血泊之中 看到这一幕 其余几人眸子一缩 不再犹豫 拦住此人 不然郑少有危险 一位强者周身尽气包裹 凶狠的一圈 直接向着夜辰砸住 眼看就要砸在夜辰的身上 夜辰动了 同样一拳轰了出去 这一拳没有任何武技 但是一拳之下 竟然散发出一道恐怖的嗜血之气 甚至那位强者耳边 仿佛响起了一道龙啸 怎么可能 双拳碰撞 老者直接倒飞出去 重伤 五脏六腑几乎都碎了 夜辰势不可挡 郑仁觉这次派来的人不算太强 本以为足以应付一些特殊情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 郑义会莫名其妙的得罪夜辰这煞神呢 场上气息最恐怖的那位老者 余光扫了一眼汗马车 郑义和几位老者已经从车里爬出来了 没有太大的危险 于是他对身边剩下的几人吩咐道 此次交给我 你们去保护郑少离开 寻老 别废话 快滚 如果郑少出什么事 我们所有人都担不起 寻老怒吼一声 其余几人眸子一宁 纷纷向着正义而去 场上只剩下夜辰和寻老 两股极强的气息在空气中碰撞 传来滋滋滋的声音 小子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实力很强 甚至让我产生了危险感 但是对不起 我不会让你过去 要想动正哨 就从我身上踏过去 雨落 寻老的手中出现了一把短刀 短刀一出 灵气四溢 竟然是一把灵气 虽然比不上斩龙剑 但是在华夏 必然价值斐然 斩 寻老一声怒吓 反手一转 刀刃旋转180度 对准了夜辰的胸口 狠狠地劈下 这一刀直接让周围的磁场改变 更是有着淡淡的金色光芒溢出 金色刀器仿佛撕裂空气 呼啸之声补绝于耳 夜辰也不犹豫 斩龙剑溢出 夜辰和寻老纷纷震退了几步 寻老血气上涌 嘴角已经溢出了鲜血 夜辰果然名不虚传 寻老擦掉嘴角的血字 再次向着夜辰而去 夜辰眸子微眯 已经注意到 正义向着一辆车而去 如果再不追上去 可能真让他跑了 他目光落在寻老的身上 冷声道 给你三秒钟 如果再不让开 你会死 三秒结束 寻老不光没有离开 反而再次向着夜辰冲了上去 是血斩 破 突然周围响起了一阵龙啸之声 隐约之间 夜辰的手好像变成了一条血龙 血龙那猙獰的锯嘴张开 死死的向着寻老咬去 同时一道血红的剑芒冲天而降 冰冷 窒息 杀戮 寻老瞳孔放大 他惊呼道 顶级武技 这竟然是顶级武技 怎么可能 咔嚓一声 血龙虚影咆哮而出 寻老手中的刀直接断裂了 灵气爆炸 他的脸色极其惨白 无尽惊恐 全身哆嗦 下意识地退了一步 他的眸子死死盯着面前的夜辰 他也感觉到一道嗜血的剑翼 穿透了他的身躯 一条冰冷的血龙 仿佛就在他面前 他甚至连血龙吐出的呼吸 都能感觉到 血龙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气息 仿佛只要一个眼神 就能将他吞噬 这血龙是 话还没说完 他的身体鲜血攒动 宛若喷泉 软软倒地 一片鲜红 温热 触目惊心 做完这一切 夜辰原地化为一道残影 急速向着正义而去 眼看正义就要上车 夜辰顾不上一切 手臂真气凝聚 一股满天气势爆发 斩龙剑附带着一丝红光 直接冲了出去 远处 正义眼看就要上车了 他长嘘一口气 突然空中传来一道尖锐的破空之声 只见一把犹如火焰的长剑 宛如流星划过苍穹 携带着滚滚气焰呼啸而至 直接向着正义而去 见到这一幕 一位强者脸色大变 只能全力一击 轰在了长剑之上 长剑微微偏移 但是依然狂暴无比 长剑携带着滚滚气浪 直接插在了正义的身前 一道深深的剑痕 触目惊心 关键以剑为中心 地面竟然向着四面八方裂开 就像蜘蛛网一般 狂暴的气浪直接将正义掀翻 正义的身躯直接砸在地上 他微微抬起头 眼神狠狠抽搐 心底惊涛骇浪不断掀起 宛如见了鬼一样 他忍不住看向不远处的那柄剑 恐惧不断蔓延 他刚想爬起 一道黑影依然落下 正是夜沉 夜沉一脚踩在了正义的胸口之上 正义五脏六腑都感觉到震荡 又是这种感觉 你不能杀我 正义惊恐的声音响起 哼 你这句话说了第二遍了 雨落 夜沉的五指携带着进风 直接扣住了正义的脖梗 正义身子悬空 强大的窒息感充斥 他说不出任何话 脖子青筋抱起 脸色胀红 渐渐泛青 眼眸之中尽是血丝 争宁到了极致 我给过你机会 你没有珍惜 就算你父亲是正人爵 又如何 他得罪我 后果也是一样 夜沉的五指越来越紧 正义感觉到大脑都要缺氧了 这种被死神盯上的感受 太恐怖了 其余几人向着夜沉冲了过去 但是不知为何 周身竟然凝聚出了一道气墙 气墙阻挡着一切 更是不断地向着他们靠近 他们无法动弹 突然夜沉口袋 响起了一阵手机铃声 夜沉一只手扣着正义的脖子 一只手接通了电话 是雷树伟打来的 夜先生 请你放过正义一命 话还没说完 就被夜沉挂断了 随后又是一道电话响起 这一次不是雷树伟 而是一个来自京城的号码 关键这号码诡异到了极致 犹豫了数秒 他还是按下了接听键 夜沉 你听我说一句 放下正义 苍老的声音响起 有些无奈 但是更多的是劝诫 是那位老人 夜沉冷笑一声 没有说话 他扫了一眼正义 此刻的正义 已经离鬼门关只有一步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叹息 知道夜沉不会听 便开口道 放下正义 我告诉你 当年云湖山庄 灭你夜家之人的真实身份 如何 这一刻老人也没有选择了 夜沉是他无比看好之人 他更是将一切堵住 压在了这个青年之上 所以他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阻止夜沉 而此刻的夜沉 眸子闪过一丝决然 正义虽然该死 但是和当初 在云湖山庄灭的龙业来说 不堪一提 如此废物 他随时都可以斩杀 他从昆仑虚出来这么久 就是为了报仇 可是他倾尽全力 却触碰不到那龙业的一点消息 眼下 电话那头老人的条件是 唯一的可能 夜沉深思数秒 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他五指聚气 直接将濒临死亡边缘的正义 扔在了地上 正义身体软啪啪的 砰的一声强大的撞击 让他难受到了极致 他好几处骨头彻底碎裂 他张着嘴 大口大口地呼吸 从小到大没有一刻 他这么渴望呼吸过 他的余光看到了面前的冷傲青年 恐惧之感瞬间包裹全身 如果没有那两个电话 他必死无疑 关键这一刻 他发现自己体内的修为都没有了 彻底废了 四肢也没有了力量 这种感觉真的比死都难受啊 就在他心计之时 跪下 死一般的寂静中夜沉喝道 声音不大却充满了不可质疑 正义听到这两个字 眼睛瞪大到了极点 他连他父亲都不跪 居然要跪眼前的小子 他虽然抗拒 但是其实心中早就被吓得心神颤抖 膝盖弯曲 调整姿势 扑通一声 直接跪在了夜沉的面前 他根本没有选择 他要正义感觉到深深的恐惧 这种手段虽然可以让他活 但是却让他生不如死 一辈子沉寂在阴影和噩梦之中 这就是得罪他的代价 正义感觉到眼前出现了一道血龙虚影 很淡 只有他一人可以看见 对方的眼神极其冰冷 让人心悸而又恐惧 这是什么 他话刚说出口 便发现那条血龙已经爬到了他的身上 猙獰到极致 他甚至觉得此刻自己处在一汪岩浆之中 这种感觉痛苦到了极致 他的胯下彻底湿透了 吓尿了 老人自然从视频中看到了这一幕 他叹了一口气 哎 叶晨 差不多了 再下去可能要出事了 叶晨冷哼一声 看着几乎有些癫狂的正义 对电话里说道 好了 现在你可以告诉我那人的身份了 我不杀他 叶晨 你这和杀了他有什么区别 证人觉如果看到这一幕 他对你不会有任何的感激 老人的声音响起 叶晨嘴角勾了一道森寒的弧度 我只关心那个答案 电话那头一阵停顿 不知道过了多久 电话那头才吐出了几个字 电话那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